大家好 这一次呢我们要来使用 这一本帕琴基敦 波罗蜜多总义的新版的电子书 非常感谢干天市北京圣运的图书馆 干天讲这一辈子康全体的工作人员 这么尽心尽力的 把这一本波罗蜜多总义呢 从头到尾重新输入 并且制作成电子书 那他们呢也完成了涉类学的电子书 那现在呢也正在进行 请他进入的这个输入 制作电子书的工作 那未来呢将会推出更多的电子书 给大家下载 然后呢也会印刷出版实体书 那这本帕琴基敦波罗蜜多总义的电子书呢 不管是电脑版也好 或者是使用平板也好 它有这个搜寻的功能 所以比如说像在这边搜寻的地方呢 打入关键字 然后按下搜寻呢 它就会直接跳到有相关字的地方 那就不用一页一页的翻 在目录这边 它每一条 每一个章节 它所揭露出来的每一条 只要点下去呢 就可以直接跳到那一页去 就不用往下拉 一页一页的找 一页一页的翻 那另外呢它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就是在最下面这边 这个GACHA GARSI 就是呢再看一次目录 那目录呢 从第一页到第十一页呢 是属于目录的部分 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读到很后面 然后呢我们想要再回过头 去找其他的资料 想要到目录去查找 它是在哪一个章节的时候 我们就只要点 下面这边就可以直接跳回目录 第二页的目录 一直到第十一页的目录 我们就不用在一页的往上拉拉很久 拉到最前面 下面有第一页到第十一页的目录 随时按它就可以跳回到目录 让你去查找那个章节 那DONO呢是书筆的部分 你只要按到DONO 它就自动跳回第一页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这边 SHIMANI LARIAN RINJA 我后二者相同意 那我们接着继续看 那么呢在该五三十五道当中呢 有几个是凡夫之道 有几个圣道呢 那这边 这边这个kona是唯 就是唯独的意思 所以呢就是说 只有是凡夫之道 没有是圣道的可能性的 这样子的道呢有两个 SOGI LAM KONA INBA NI DANG 有两个是为凡夫之道 PALAM KONA INBA GU DANG SOGI LAM DANG PALAM KONA INBA SI YEDE 我看到这边 以及呢九个是为圣道 就是说呢 它只有可能是圣道 它不可能是凡夫道的呢 这样子的道呢有九个 那剩下的四个呢 以及四个 凡夫之道与圣道皆非 就是说呢 有两个道呢 它是一定是凡夫道 它不会有是圣道的可能性 那有九个呢 它一定是圣道 它不可能有是凡夫道的可能性 那剩下的四个呢 它既不是凡夫之道 也不是圣道 是凡夫之道与圣道二者皆非 那为什么呢 因为生文的资良 加行二者是为凡夫道 生文的资良道跟加行道 二者呢 一定是凡夫道 它不会有是圣道的可能性 因为呢 从一个凡夫进入道 生文的资良道到加行道 还没有到建道以前呢 都算是凡夫道 那即使说它可能 有先进入大乘道 可是呢 大乘的菩提心 退转 然后呢 掉到生文道 那个呢 也一定是凡夫 因为呢 大乘的资良道 中平位以上呢 菩提心就不可能退转 那它一直到 获得建道之前呢 都是凡夫 所以不管呢 它是经过大乘 然后呢 退转掉下来 到小乘的 这样子的生文的资良道 或者是加行道 或者呢 它是一开始就进入 生文道的 这样子的资良道跟加行道呢 都一定是凡夫道 所以呢 只要是生文的资良道 或者是加行道的话呢 一定都是凡夫道 所以呢 生文的资良 加行二转呢 是为凡夫道 它不可能有 是 那个圣道的可能性 再来呢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呢 有九个是为圣道 那这九个是哪九个呢 以及 生文的建道 收到 武学道三者 然后读者的该三者 这边的该三者 就是指建道 收到 武学道三者 然后呢 大乘的该三者 大乘的建道 收到 武学道三者呢 是为圣道 这九个都是圣道 建道以上 建道收到 武学道 一定都是圣道 那 要怎么去判定 圣者 或者是凡夫呢 就看 有没有 现前的了解 无我 如果呢 是现前了解 无我的 普特切罗 那就是圣者 那 反之 如果他不是 现前的了解 普特切罗的话呢 就是凡夫 那 这边呢 看到 声闻的建道 收到 武学道三者 读者的建道 收到 武学道三者 还有大乘的建道 收到 武学道三者呢 是为圣道 他们就一定都是圣道 不可能有凡夫道 那这边呢 而读者的资料加成 二者 和大乘的资料加成 二者呢 则是凡夫之道 和圣道皆非之故 所以剩下的四个 读者的资料道 跟加成道 以及大乘的资料道 跟加成道呢 他们本身呢 不是凡夫之道 也不是圣道 那为什么呢 这边 因为呢 与该四者 有是凡夫道 亦有是圣道 因此该等 是 执种之故 这个 该四者呢 就是上面讲的 读者的资料道 跟加成道 两个 然后大乘的资料道 跟加成道 两个 这四个呢 有是凡夫道的 也有呢 是圣道的 因此呢 该等 这个该等 就是前面 这四个呢 是执种之故 这个执种呢 我们把它当作是 一个整体 一个总体来看 就是说 大乘的资料道 跟加成道 或者是 独觉的资料道 跟加成道 它可以分 一部分是 凡夫道 分一部分是 圣道 但是它整体而言 它总体而言呢 不能算是 凡夫道 或是圣道 它只是一个 本体 一个总体的概念 那就好像说 人 它可以分 男人跟女人 但是我们不会说 人呢 是男人 或者是 人本身是女人 所以它只是 一个总体的 一个整体的概念 它可以分几种 我们不会特定把它归纳到哪一种去 那像我们在学色类学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说 色处呢 有分颜色跟形状 所以呢 色处呢 它是执种 色处呢 它有分颜色跟形状 但我们不会说色处本身是颜色 或者是色处本身是形状 所以呢 诸如此类的 就是说它下面可以分成好几种分类 它有好几种分类 但是呢 它本身呢 并不能够归纳到其中一类 而是这个 这些分类的整体 总体 这个叫做直种 我们接下去看 读觉的资良道和加形道二者呢 有是凡夫之道 因为呢 先前为今生文之道的读觉资良 加形二道是 唯凡夫之道之故 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 好 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个图 三秤 声文读觉大秤 只要是呢 先前没有经过其他的道 一开始直接进入声文的 资良道跟加形道呢 一定是凡夫道 所以呢 没有经过其他的道 一开始进入读觉的资良道跟加形道呢 也都是凡夫道 在简道之前 他都是属于凡夫道 那同样的道理 没有经过小圣 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大秤的资良道跟加形道呢 也一定都是凡夫道 在正道他的简道之前呢 都是凡夫道 好 所以呢 先前未经过声文之道的读觉的资良道跟加形道 二者呢 是为凡夫之道 他一定是凡夫道 他不可能是圣道 有是圣道 独觉的资良道跟加形道 二者呢 有是圣道的 因为呢 先前已经经过 所断同识者之预留之正的读觉资良道和加形道二者呢 是圣道之故 那这个有法呢 非常非常的长 我们慢慢来拆解 先前已经经过呢 所断同识者之预留 这个呢 详细的 相性呢 以后再学二十生前 减敦尼说的时候呢 会教 那这边现在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二十生前里面 在讲这个预留果 四果 预留果 一还果 不还果 阿罗汉果 预留果位者 这样子的普特切罗 一定是圣者 所以呢 他是声文的圣者 他在声文秤的时候呢 已经证得预留果位 已经证得圣者位的一位行者 然后呢 他在还没证得阿罗汉果位之前呢 然后呢 进入了独觉道 然后呢 进入独觉呢 先进入资良道 然后呢 慢慢慢慢往上说 收到道加形道 这样子的独觉的资良道跟加形道呢 是圣道 因为呢 这样子的行者 他是圣者 他之前呢 已经证得了 预留果位了 所以呢 先前已经经过 所断同时者 是预留之正的 独觉的资良道跟加形道 两个呢 是圣道 好 那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所断同时者 预留果呢 他有分所断同时者 跟所断剑刺者 就是说 他在断他的所断的时候呢 一个是剑刺的 一个是同时的 好 那 什么叫剑刺 什么叫同时呢 我们来看一个表 好 我们看到这个表 好 声闻跟读觉呢 他的主要的手段呢 是烦恼杖 那烦恼杖呢 可以分三界九地所设的烦恼杖 好 所谓的三界呢 看到这边是 欲界 色界 跟五色界 好 那 九地里面呢 欲界呢 它算一个 然后色界呢 可以分四个 第一禅 第二禅 第三禅 第四禅 然后呢 五色界再分四个 空五边 室五边 无所有跟游顶 所以呢 由三界九地所设的烦恼 那每一个地 它所设的烦恼呢 又可以再把它分九组 好 所谓的九组呢 是指说 以烦恼的 这样的粗细 先分成大中小三组 然后呢 每一组里面呢 再由它的粗细呢 分大中小 好 所以呢 大组里面呢 它有分大之大 大之中 大之小 那中组里面呢 它会分中之大 中之中 中之小 然后呢 小组里面呢 它会分小之大 小之中 小之小 所以呢 有九个 好 所断 鉴刺者呢 是指说 它在对质烦恼 在断除烦恼的时候呢 它是由 预介的 大之大 然后呢 按照顺序 鉴刺的 先对质大之大 断除掉大之大之后呢 开始对质大之中 断掉大之中之后呢 对质大之小 断除大之小之后呢 对质大之中之大 然后呢 断除中之大之后呢 对质中之中 好 然后呢 断除之后呢 对质中之小 把中之小 断除之后呢 开始对质小之大 然后呢 断除小之大之后呢 开始对质小之中 好 然后呢 小之中 断除之后呢 开始对质小之小 那玉界的小之小的烦恼这样断除的时候呢 玉界的烦恼就全部断掉了 然后呢才开始下一步开始断第一禅地所设的烦恼 那也一样按照顺序这样子断完第一禅地所设的烦恼这样之后呢 才开始断第二禅 然后一直累退这样子把它全部断然后断第三禅 然后往上往上往上一直断 断到有顶的烦恼 那有顶的烦恼最细微的烦恼呢是这个 有顶的小之小的烦恼杖 这个有顶的小之小的烦恼杖断除的同时就获得阿罗汉果位 所以呢锁断剑刺者呢 它是按照顺序这样子断的 这个叫做锁断剑刺者 那锁断同时者是指什么呢 锁断同时者是说 他在对峙三界九地所设的烦恼的时候 他是九个大之大同时一起对峙的 当他在对峙 预地所设的大之大的烦恼杖的时候呢 他同时也在对峙第一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 空无边四无边无所有有顶地所设的大之大的烦恼杖 然后呢他在断除预界的大之大的烦恼杖的同时呢 剩下的这八个 第一禅到有顶的大之大的烦恼杖也同时断除 好然后呢所以呢 他把九个三界九地所设的大之大同时断 然后呢再来开始对峙大之中 然后呢这九个同时断 然后呢开始对峙这九个 然后这九个呢同时断掉之后呢 然后呢开始对峙这九个中之大 好呢这九个断完之后呢开始对峙中之中一样 所以呢他对峙呢是九个同时对峙 断的是九个同时断 所以当他在对峙欲界烦恼 最细微的欲界烦恼的同时呢 他也在对峙 有顶的最细微的烦恼 他断欲界的最细微的烦恼的同时呢 三界九地所设的最细微的那个烦恼都断掉 然后呢同时就获得了阿罗汉国位 所以呢剑刺者呢是说 他从欲界的这九个从大到小断完后 然后呢按照顺序按部就班的从第一禅 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样子断 然后呢一直按照顺序一直断 断到有顶的这九个 这个叫做剑刺者 那同时者是说 他在对峙大之大的时候 是九个大之大呢同时对峙 断的时候是同时断 然后呢这样子呢 把三界九地所设的的这样的大之大同时断 大之中同时断 一直断断断断 断到小之小 所以呢他把他三界九地所设的小之小 只要断掉一个 其他的都跟着同时断 所以呢叫做所断同时者 OK好所以呢详细的这个资料 以后再学二十三切 减断理事的时候呢 还会再教 所以呢我们先继续往下看 那再来看到说 呃 天仙旗出绝你啦 所计的难以百岳的 每个人都会 天仙旗出绝你 所计的难以百岳的 大乘的资料跟加星道二十呢 有事凡夫之道 因为先前未经小圣道的大乘资料 加星二十呢 是为凡夫之道之故 所以刚刚看那个图表已经讲过了 先前没有经过任何的道呢 直接进入大圣道的资料道跟加星道二十呢 一定是凡夫 他还没有正的见到之前呢 他都还是凡夫 所以呢 这样子的大乘资料道跟加星道呢 是为凡夫道 有事圣道 因为呢 先前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正的大乘资料 加星二者 二道呢 是圣道之故 好 这个呢 就是说 先前呢 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果位的这位行者 然后呢 他辗转进入大乘道 那他在小乘的时候 已经正的阿罗汉果位 他当然已经是圣者了 所以他进入大乘道呢 他当然他相续的大乘资料道跟加星道呢 是圣道 好 我们再回去看刚刚那个图 然后呢 把今天的内容呢 做一个整理 好 我们看到 道呢 有这三乘 然后每一乘呢 有五道 所以呢 三五十五三十五道 五三十五道里面呢 视为凡夫道的就是生文的资料道跟加星道二者 不管是他一开始就进入生文道的也好 或者是他可能曾经短暂的停留在大乘的资料道 小品 然后呢 菩提心退转 然后呢 回到生文道 这样子的资料道跟加星道呢 都是凡夫道 只要是生文的资料道 或者是加星道其一 被视为凡夫道周片 一定是凡夫道 那一定是圣道 视为圣道呢 有九个 见到位以上呢 通通都是圣道 所以呢 生文的见到 收到 无学道 独觉的见到 收到 无学道 大乘者见到 收到 无学道呢 通通都是圣道 所以若是这九个道 其中一者 被视为圣道周片 就一定是圣道 他不可能有视凡夫道的 好 那是植种 也就是说 他有视凡夫道 有视圣道 但是呢 他本身不是凡夫道 也不是圣道的 有四个 分别是独觉的 自量道跟加星道 以及大生的 自量道跟加星道 那独觉的 自量道跟加星道呢 有视凡夫道的 比如说他 先前没有经过 其他的秤 他一开始 从一个还没有入道的 一个凡夫 直接进入独觉道 那在见到之前呢 他都还是凡夫 所以呢 这样子的 独觉的自量道跟加星道呢 都是凡夫道 或者是说 他可能先前经过 大生道的 自量道的 小品 那他的 菩提心退转 然后呢 掉到 独觉道 这样子呢 他也还是凡夫 他在大生的时候呢 都还没有获得 见到 所以呢 他还是凡夫 然后呢 回到独觉 然后呢 这样子的 独觉的自量道跟加星道呢 也是 凡夫道 那 独觉的自量道跟加星道 也有 圣道的部分 比如说 先前他已经 修道 声文的修道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 所断同时者的预留国 他 正道 声文的 修道的时候 已经是圣者了 然后呢 他 还没有获得无学道 就是阿罗汉国会之前的 进入了 那个独觉的自量道 然后呢 辗转的往上修 修道 加星道 这样子的独觉的自量道跟加星道呢 是圣道 那 有人可能会想说 诶 那 有没有 获得声文的见到 然后还没有到修道跟无学道之前 就跳到独觉的自量道 这个是没有的 因为 见到跟修道呢 他会在同一式 获得 就是说 你 就是说 这个行者呢 这辈子获得见到的话 他在这一个辈子呢 一定就会获得修道 因为见到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那修道呢 他可能可以 很长 见到跟修道之间 他不会 死掉转世 所以呢 获得见到的那一生 一定会获得修道 如果说 获得 声文的无学道 获得声文的阿罗汉国会之后呢 再进入独觉道的 有没有 这个没有 因为声文跟独觉 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一样的 都是烦恼障 他们的主要手段是烦恼障 那既然他都已经获得声文的无学道 已经获得阿罗汉国会了 他就没有必要再进入独觉道 他之后呢 修行修行修行 辗转的就会进入大乘道 所以刚刚在课文里面谈到的 那个先前已经经过 所段 同识者的预留果之正的 这个独觉的 自量道跟加行道 就是说那一位 那一位行者他之前呢 在声文 圣的时候呢 已经到了修道 然后呢 他还没有获得无学道之前呢 进入独觉的道 那这样子的独觉的自量道 跟加行道呢 是圣道 好 那再来 大乘的自量道跟加行道呢 也有 也有 是反复道 也有是圣道的 那 好 他先前呢 是没有经过其他的道 是未入道的反复 直接进入大乘 变成大乘的菩萨 然后呢 这样子的大乘的自量道 跟加行道呢 是反复道 好 那如果说 他之前有经过声文 或者是独觉的自量道 或者是加行道 然后呢 在还没有获得见道之前呢 跳道 大乘道来的话 这样子的自量道 跟加行道呢 也都是 凡夫道 大乘的自量道跟加行道呢 也有圣道的部分 就是像刚刚讲到的 先前已经证得小圣的阿罗汉果位的 不管是证得 声文的武学道 或者是独觉的武学道 然后呢 之后进入大乘道的 这样子的 大乘的自量道 或者是加行道呢 都是属于圣道 好 或者是说呢 他在声文的修道 或者是独觉的修道的时候呢 然后呢 他就进入了大乘道 然后呢 辗转的到加行道 这样子的大乘的自量道跟加行道呢 也都是圣道 大乘的自量道跟加行道位者 这样子的菩萨呢 我们称之为大乘凡夫 但是如果是大乘凡夫呢 不一定要是凡夫 就像刚刚讲的 他在小乘到位的时候呢 已经有正的剑道以上 然后呢 才进入大乘道的这个 自量道位者 或者是加行道位者呢 他们是大乘凡夫 但他们不是凡夫 他们是圣者 但是呢 他们是属于大乘凡夫 因为他们在大乘的到位 但是还没有获得大乘的剑道 所以呢 他们不能称作为大乘的圣者 若是大乘的凡夫 不被试凡夫周骗 如果试大乘的凡夫呢 不一定是真正的凡夫 好 那大乘的剑道位以上呢 那当然就是大乘的圣者 所以能获得大乘剑道的时候呢 就获得出地 这位行者呢 就是出地菩萨 那第一地出地呢 他有剑道跟修道两个部分 那从第二地呢 到第十地呢 都是属于修道 那什么时候把所之杖断除呢 就获得大乘的五学道 就是大乘的罗汉 大乘的五学道位者 大乘的罗汉 佛圣者呢 是同意 所以什么时候正的五学道呢 就获得了佛虎位 就成佛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法轮总理的内容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见 再实际 darl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